蔡苗苗今年38岁,曾经是一家内衣公司的董事长。 作为一个大龄离异女子,身边还带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儿,蔡苗苗这几年成家亲切。 2012年2月份,她在一家大型相亲网站上注册了会员,很快,一个叫胡勇的男子就主动通她接触。 对方说自己40岁,做IT投资出身,当时是一个国内著名的内衣品牌的董事长。 自从认识之后,胡勇通过电话信息对蔡苗苗发起了追求公示,每天都嘘寒问暖。 而且她还暗示自己是一个离异的人,以后会照顾好蔡苗苗和女儿,组建一个新的家庭。 叫你老婆,以后我们结婚了,我会承担家庭的那些责任。 胡勇每天都对蔡苗苗呵护备质,这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 几个月之后,两个人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,之后便住在了一起。 据蔡苗苗说,每天她都能够看到胡勇开着奔驰轿车来接自己下班。 后来她还了解到,胡勇也是一家内衣公司的董事长。 体贴入微又多金,在蔡苗苗的眼中,胡勇就是标准的高富帅男友。 但是,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,胡勇说出了自己的心事。 胡勇还告诉蔡苗苗,自己的公司暂时遇到了困难, 需要少量的资金就可以周转过来。 与此同时,她还拿出了两张房产证,提出要抵押给蔡苗苗。 由于这两套房子都位于深圳市的市中心,价值不菲, 蔡苗苗没有怀疑对方的经济实力,因此并没有收下房产证。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,胡勇又陆续问蔡苗苗借了26万余元。 但奇怪的是,对方每次都要求蔡苗苗到银行取出现金后, 存到一个陌生人的账号里面。